谁是动独教主 喜欢听笑话的你一定大呼 那肯定是黄子华了 他的人气到底有多高呢 来看看这个粉丝 在黄子华表演还没开始时 就大喊echo 足以证明动独教主的魅力 这个不是演唱会来的 我选演唱会 你们就走光了 当然 这个动独教的表演系列 名叫洗澡 可千万不要以为是洗澡 而是洗掉灶热的灶 在过去20年 他在世界各地举办了 数百场动独教表演 红狐冷场 广州 澳门 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加拿大的多伦多 温哥华 还有美国的旧金山 布满了黄子华的表演足迹 而这次洛杉矶观众有福了 天下卫视与黄子华合作 11月4号将在帕萨蒂娜 举行动独笑表演 你准备好纸巾了吗 动独教主的脱口秀 笑到你飙泪 为什么黄子华的表演就笑料不断 怎么就这么受欢迎闻呢 因为他的内容包罗万象 不管是经济的 李嘉诚先生都不见了五成身家 何鸿燊不见了九成 那就是说我和阿诚哥是平手 赢了何鸿燊 还有现实社会中的爱情了 他就很高闻了 他可以在公司当做自己家庭一样的 整个跟别的女同事玩追来追去 我又和那些女同事玩追来追去 我一边追他们一边爱非礼 轻松笑话应有即有 而身为北美资深电视台的天下卫视 一向为华人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怎么能错过动独笑的脱口秀呢 而你不要以为黄子华的脱口秀只有搞笑哦 因为他也有一本镇静 让人肃然起敬的时候 在第二十三届香港电影前项奖颁奖典礼上 对前来临最佳亚洲电影的日本同心 圆岛大地说了一句震惊全场话 钓鱼岛是中国的 圆岛大地真是非常可爱的小朋友 但是圆岛大地如果你回日本 麻烦你和日本人讲一声 钓鱼台是中国的 而在他的表演中 除了快人快语 也为了达到表演效果 不惜牺牲自己 诸一说想当武打女星 所以拿黄子华的脸来试一下 一巴掌下去 巨大声响 今的全场人瞪大双脸 怎么样 有娱乐 有搞笑 有政治 还有自我牺牲精神 是不是很想看呢 还没完哦 天下卫视带来的11月4号 黄子华喜造脱口秀表演 同场嘉宁 黄子华自编自导自演 巨型短片旋风腿 天下卫视诚意十足 震撼推出 粉丝们准备好了吗 如果你想订票 只需要在Facebook网站 或者微博主页 输入天下卫视 或者是黄子华 落山街喜造活动的关键子 就可以搜索到相关信息了 11月4号黄子华已经无见不散 希望到时见到你了 天下卫视正经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